请不吝点赞,请不吝点赞 好,那 你的这个时间轴设定完成之后啊 其实你这边再怎么去动它 都没有关系啊 因为你只要去移动你的这个 时间的这个控制项 它会根据你先前所设定的关键针 去展示你的这个模型的位置 好,那其实这个技巧 它不是只有用在那个 不是只有用在 录制影片啊,其实像你在做 那个模型刻画的时候啊 有些地方 比方说局部的特写 那你也可以用这个概念啊 用这个技巧去把你的模型 给做 就是 有点类似像那个标签 用标签的概念去做 做局部的一个 放大 那你可能要掉某一个地方 你就直接去 去移动它 它就直接帮你做 切换 或者是说你的模型 它 你要去设定前面 側面 側面 左右边 或者是背面 的角度 你也可以用这个 关键针 用时间走的方式去做设定 那当你把那个 时间切到那个地方 它就直接 帮你把模型转到那个角度 你就可以开始去做雕塑的动作 那雕完之后 一定会转嘛 一定会转 比方说你又要回到刚刚那个角度 你就稍微再动一下 它就会再回来 所以 这个录制 录制影片的技能 它不是只 只能用在 录影片 你在操作雕塑过程 其实 这个 时间走 它在 某种应用程度上 它是可以做 画面的一个定位 标签的定位 的一个 延伸的使用 延伸的使用 好 那这边的时间走啊 我先讲一下怎么让它做播放 怎么让它做播放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每一个关键针 如果你要删除 是按住左键去推动 它是可以 做 删除的 那我先讲一下 你 设定完之后 怎么让它去做 播放 我前面讲是播放 不是录哦 我是让它播放 按住你的这个 shoot键 不要放 然后在这个 时间走上面啊 按一下左键 点 它就会开始跑 它会跑一遍让你去看哦 你的那个录制效果 是不是你要的 shoot键加左键哦 在那个 这个时间上面 再点一下左键 它就会开始跑 好它会就一直跑就对 好那你要 中止掉的话 你就稍微去点 点一下它就会中止掉 好那假设说 我刚刚这样子去看啊 我发现有些地方我觉得 速度太慢了 因为我们刚刚都是3秒3秒去做设定 那我如果中间我要去增加 可不可以 可以哦 可以中间可以去增加 或者说我希望它可以跑快一点 原本的3秒我希望它在 这边就跑完 就要跑到这边 可不可以 可以 你直接在这个key frame上面哦 按住左键不要放 然后推 它是可以改变 改变那个时间走的位置 所以这里它就会 瞬间就直接拉 拉过来 好就你可以针对 你刚刚设定的这个key frame 去做微调 你要拉近拉远都可以 那你要删除的话 就按住往上下推 它就会删掉 好 那我们在做动画的话 因为它每一秒其实 它的 你要做到 再更细一点的设定的话 其实里头 你会很难去做 控制 如果3秒钟的话 你希望 中间再做更多的细节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把你的这个 时间走 的 间距拉大 就是在 这个上头 按两下左键 按两下左键 它会把那个 时间走的这个刻度 再放大一点给你看 那放大刻度 它的用意是 你可以做更细 更细的一个 自定义的一个 镜头调整 就是在 key frame上面 按两下左键 它就会放大 它会放大 4倍 放大4倍 不是时间增加4倍 它是增加4倍的 那个 可见 控制 的一个范围 让你去做注意 它原则上还是 时间不变 还是30秒 还是30秒 那 你要缩小的话 就是 一样点两下左键 它就会收回来 所以你要改变 这个时间走的控制项的话 就是 点两下 它就会 那个 呃 会放大 会放大 然后点两下它就会 缩小 好 点两下就会缩小 好 那如果 比方说像我刚刚 多了一个key frame 我这个要删掉的话 按住 往下滑 它就会 删掉 好 所以这边你们 待会可以 呃 操作一下 好 那播放影片 我这边再讲一次哦 shift键加左键单点 它就会开始跑 跑给你 就是预览 预览的那个概念 那如果说 你预览之后 都 觉得没问题 可以 把时间轴拉回到 最前面 好 假设说我们现在要开始录哦 我一开始有录一个旋转画面 对不对 如果我们按 Play Movie的话 它就只有单一个 旋转的画面 好 那我现在要把我的这个时间 走刚刚录的东西 继续录哦 如果我现在按录制的话 它会 接着刚刚的旋转画面再 录下去 会再继续录下去 如果说 你要重新 全新的影片的话 你就记得要先 那个 Delete 掉 我先把它Delete 掉 再去做 录制的动作 好 所以如果我要录 这个时间轴上面 按下去 好 它就会开始录 那它在录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动它了 它就是在开始录哦 你看这边都 除非你把它 暂停掉 它就现在开始录 那你就让它跑 那实际上在录影片的时候啊 它的运算时间会比 你在做那个预览 的那个时间 会 比那个要再 久一点点 它在跑会比较长 就运算时间会比较长 而且我这个还没有开VPR 如果你有开那个 渲染的话 它时间会更久 就是除了说模型在动之外 它还会有 那个光影的效果 就预设它会有 打灯 它会有那个 灯光光影的效果 我这边是没有开 VPR 因为开VPR 那个算会 会更久 可能按下去 就 电脑就不能动了 好 所以这边我让它跑完 跑完30秒 好 差不多它的10秒钟 好 Ctrl键加 Shift键要一起按喔 两个键一起按 然后在 那个 时间的那个 控制项按 点一下左键 它就会开始录 OK好 录完了 你看这边就 回来了 好 那我现在再把时间给 拉回去喔 拉回去 好录完之后 你看我现在播放给各位看喔 有沒有 跟刚 我们预览的那个 是 完全一样 好 它就会 把刚刚我们录的东西给 转出去 它会转出去成那个 那个录制档 好 但是它好像把刚刚一开始那个旋转的给 洗掉了啦 我刚刚应该没有点到这个 所以如果你是从这边去录 它会把 刚刚的那个影片给洗掉 好 那这个是播放 录制的结果 还没有转成影片 你如果 OK了 这个 这个 之后你要做Export 要汇出 要汇出 它会呈那个 MPG的格式 再去做储存 那 储存的话 我会建议你就是先用它的预设档名去存 存完之后再去改 再去改 因为有时候你如果 去设定中文档名 或者去改变 它 存取的位置 它只要经过 中文路径 有时候会产生一些Bug 好 它如果出现Bug 这个 录制就会失败 就会失败 好 所以这里一样让同学 测试一下 就大概这两个做法 第一个是 那个预览播放 就是Shot键加左键去点 那如果 你要 确定好要录制的话 就是 Ctrl键加Shot键 然后加左键去点 点这个地方 按下去 它就会开始录 OK好 这里让同学 测试一下 这边录影要先中断一下